结束巴拉圭行程 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 台北时间17号上午7点 抵达旧金山 AIT主席罗森伯格亲自接机 两人握手寒暄 上回因为加油喜事 无法接机的罗森伯格 这回展现诚意 上机云接 驻美代表萧美琴也陪在一旁 随后一同前往桥宴会场 直途中又有人高举五星旗抗议 反对台独 有人抗议 但更多的是来迎接赖清德 会场外满满支持群众高喊加油 而场内700名侨胞早已等不及 我们副总统马上就会到 因为外面太多人的挡住 大家高举手机 记录着历史性一刻 赖清德大进场 受到侨胞促勇 一度淹没在人群中 现场除了罗森伯格 还包括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 纳波里塔诺 及七月初采访台的 凤凤凡城市长盖耶格 未来我会竭尽所能 以和平作为灯塔 用民主当指南针 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外交环境当中 对面对各种的挑战 各种的打压 台湾不挑衅 但是我们也不低头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的最后一个行程 就在旧金山的参加桥宴 现场受到侨胞热烈欢迎 紧接着信赖水友会也会在洛杉矶来成立 信赖水友会现在也在国外遍地开花 我们看到赖清德副总统已经抵达旧金山了 不过在赖清德出访的过程当中 玉惠姐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这个假消息 不断的在传播 包括有网友匿名散播了说什么赖清德 去参加这个巴拉圭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 跟人家签了百亿住宅的合约 这些通通都是假讯息 但是还是有人一直在传 来 玉惠姐 我先给各位看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民事的记者 带给我们看到的是场内的画面 还有赖清德副总统他到达现场 我们看到这个是另外一个媒体 叫台湾Plus 那他们所拍的场外的这个画面 赖清德副总统还没有到现场的时候 你看到有多少的民众 那他们就在外面 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 这是要欢迎的 对对对 这要欢迎的一个现场 这么多人要欢迎 当然也有少数 这个中国的老粉红们去抗议的 这个毕竟在美国也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我们也必须要尊重 但我们台湾 大家还想起来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一个国民党 他要在台南选的 过去还曾经当过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的 这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的陈以信 我讲他名字 他不是说规格很低 不能建侨胞 不能公开建侨胞 那这个是什么 刚才我们的群众 我们看到的民事的记者拍的是什么 罗森伯格 不是说罗森伯格不会去接他吗 对啊 罗森伯格不是上飞机去接他吗 所以而且这一次呢 甚至于美国的警车 是到飞机的旁边 因为这次我们是包 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包机 因为美国跟巴拉圭之间 没有这个航线航点 所以我们只好包其他的 这个国家的飞机 美国的警车 是直接到飞机的旁边去开道 然后让赖金德副总统能够进来 所以你看 那他们之前的那个依赖论 到底在讲什么 这是一个 所以老实讲我真的还是觉得 因为这是对于台湾 对于中华民国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那台湾尽管我们在国内 我们有很多的纷纷扰扰 尽管大家的政治上面 或许有不同的支持者 但是在出国以后 我们大家都是中华民国 我们都是台湾人 有必要要这样子 要作践自己吗 要唱衰自己吗 唱衰自己的国家吗 特别是你如果还要选 还要选举选立委的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也呼吁台南的乡亲台南的选民 真的是不应该投给他 既然他们有北来议员 看不起我们南部人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把票给他 好 接下来我要讲这个依赖论 还有另外一个假新闻 赖金城副总统在巴拉圭的时候 哇 就有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说到说什么呢 哇 说有包括说什么 什么有签订了什么百亿的住宅 还有巴拉圭科技大学 根本是一个空头大学 这些全部都是假新闻 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个假新闻是从何而来 它的流程是 你会发现这个是截图给统派 来进行爆料 然后这个爆料以后 它会透过PTT 然后PTT以后取得账号 然后散播假讯息 有一些呢 还会配合流到了民众党的社团 然后再由中国的媒体 产出这个新闻 那就变成说在全世界 好像美国人都看不起我们台湾人 美国人都在怀疑赖金德 他是要把这样子的假新闻 把它这个让台湾人被骗了以后 他还要把这样子的这个假新闻 骗中国人甚至于骗全世界 那在这个其中呢 我要特别讲到PTT 国贵人过去也曾经有PTT的账号 那但是现在这个PTT的账号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昨天有一个在传出这个假讯息的 它叫做Pica393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经过四叉猫它的追查 它上一次发文 应该差不多是五年多前 而这支账号 它多半都是出现在动漫宅 它是本身是一个动漫宅 过去都是长期发跟动漫相关的文章 这是第一次他发跟政治相关的文章 就发这样子的假新闻 后来四叉猫私讯就问他 你去看一下你的账号是不是被盗了 结果被盗的话你要赶快去报案 结果后来他发现他果然被盗 那被盗以后他也去报案 也拿了报案单 但我要跟各位讲的 他这个被害的一个方式 它是用NAS 它是一种骇客入侵的方式 你要找到那个源头 你要把它抓出来 这个其实很困难 这个事实上很可能是中国 他们的网路攻击所进行的 所以这个提醒现在 如果你手上有PTT的账号 很久很久没用的话 你回过头去看一下 你的账密 它的账密其实都没有被更改 但是就被别人使用了 所以你如果很长时间 没有使用你的PTT账号 请你先 这个要嘛就是注销 再不然的话 如果一旦是被害客入侵的话 你要赶快去报案 来确保你自己的 这个网路上面使用的安全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 下面的明天长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